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明星播放量排行 王一博和杨子排第二 网友评价第一名实至名归 在当今娱乐圈 明星的受欢迎程度常常通过各大平台的播放量来衡量 近期 一份关于明星播放量最新的榜单 引起了网友广泛关注 该榜单统计了男女明星在两个主要网络平台的播放量排名前十的情况 在男明星方面 歌坛巨星周杰伦位列第三 王一博才排名第二 而位居榜首的则是当今当之无愧的流量巨星 在去年 众多明星选择通过演唱会与粉丝互动 其中周杰伦的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备受瞩目 无疑他已成为华语乐坛的标杆人物 他的音乐作品深受大众喜爱 每一张专辑都收录了经典之作 引领了华语乐坛的流行趋势 尽管周杰伦很少参与综艺节目 但他每次的出现都能吸引大量关注 王一博以其超高人气 在2023年有三部作品与观众见面 分别是热烈长空之王和无名 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票房成绩 他在电影中的表现让他获得了多个奖项的提名 王一博去年在这就是街五六的总决赛中的表现 再次证明了他人气的高涨 据传 他于今年与李沁 王阳共同主演的电视剧《长风破浪》将与观众见面 届时必将引发更高的关注 而肖战作为娱乐圈的顶级流量明星 每一次榜单投票 他总是名列前茅 这与他粉丝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各大平台上 关于肖战的消息随处可见 即便他忙于拍摄 长时间不参加公开活动 他的热度和关注度依旧不减 当肖战的播放量位居榜首时 许多网友都表示这是他应得的荣誉 女演员方面 赵丽颖、杨子、杨幂分别占据了播放量榜单的前三名 由玛丽和雷佳音主演 赵丽颖特别出演的电影《第二十条》成绩斐然 赵丽颖和林更新二大主演的新剧《与凤行》也备受期待 杨子和范诚诚主演的《要久久爱》也是开年热播剧 播放时有稳定的上升数据 而他何许还首搭的都市剧《成欢记》也引发观众期待 而杨幂的一次采访视频在网络上曝光后 迅速引发了热议 十个相关话题一度登上热搜 充分展示了他的高人气和热度 通过这两大平台的播放量总和榜单 我们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明星都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品 无论是歌手的歌曲还是演员的剧集 说明作品才是艺人的根本 这些都是他们能够长远发展的关键 不知道你对于这个榜单有什么看法呢? 最喜欢哪个男女艺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